英国的首相苏拉克下台了 英国当地时间7月5日的清晨 英国首相李希·苏拉克突然宣布辞职 顿时震惊了整个英国的政材 随后这条消息从英国迅速传遍全球 乃至登上了国内的微博热搜 那苏拉克的辞职标志了英国的保守党 在执政14年之后的一次重大变革 那为什么英国的首相又辞职了呢 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的持牌移民法律顾问世警寺 这里是我的移民留学频道 欢迎各位的关注 也希望各位多多点赞评论加转发 每周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移民留学的干户资讯 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做个免费的移民留学评估 可以和我做一对一个沟通 苏拉克的辞职的原因 其实是在7月4号的大选与惨败所导致的 他只能引救辞职 在这一次的大选当中 基尔斯塔莫所领导的工党 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了多数席位 成功击败了苏拉克所领导的保守党 根据最新的大选出的这个民调 工党在这个英国议会的下院 或半数的席位将成为英国新的执政党 而保守党则遭遇了自1834年成立以来 最惨重的失败 仅仅赢得了64个席位 不过英国大选很少会在7月起举行 一般都会安排在秋季大选 可是这事也耐不得别人 毕竟苏拉克是自己宣布提前大选的 本以为可以扭转当前汹涌的民意 没想到苏拉克给自己挖个坑埋进去了 连着把保守党和一起丧送了 究其根本原因 其实保守党执政这几年 英国也经历过多次的经济的震荡 有金融危机 有英国的脱欧 新冠的疫情 这些都为经济的发展展览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同时也造成了很多生活成本的上升 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我自己也去英国考察了一下 我的感觉是当地居民的生活压力太大了 一点都不像些日不落帝国余会下的居民 所过的一种生活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现在在英国的月薪的中位数 是2500英镑左右 听起来还不低 但是自扣掉了20%的税之后 可能也就剩下了个2000镑 大概也是1.8万人民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可是中位数 有一半人的收入都在这个水准之下 所以大家听到一个数据的时候 要多思考一下 那我们现在从伦敦开始说去 伦敦如果不是市中心的公寓房租 大概是1200英镑 也就差不多是1万多人民币 如果你住的再偏一点 不在乎治安卫生的那种公寓 大概能在800英镑左右 但是治安和卫生很重要 不能不在乎 所以即便是按低的算下来 你也就还剩个折合人民币7%千块钱 就算是每一天 你在英国的物价水平上 吃麦当劳过日子 一天三顿下来 也怎么是200多人民币 一个月也要干掉你6000块钱 如果你再把物业 化费网费通勤都算进去 你算算你落在手上的钱 还能剩多少 虽然目前的保守党 在控制通货膨胀上面 还有可取之处 但是英国人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 对这个保守党的不满 也积攒到了极点 这跟当下的加拿大 还是有几分相似之处的 英国的保守党 除了面临经济的困难 也经常面对领导人 频繁更替的问题 可以说 引咎辞职 其实是保守党的老传统 自从2010年保守党上台以来 就经历了五位首相的更替 包括叫大卫卡梅伦 像特雷沙梅 包里斯约翰逊 利兹卡拉斯 刚要下台的 叫李希苏拉克 值得一提的是 保守党执政以来 第一个辞职的 就是这个叫大卫卡梅伦 当初在2016年 英国民众嚷嚷的 我要科欧 有部分人觉得 我们大英自从加入欧盟之后 经济动荡不说 还有很多东欧移民来到咱们大英 还有这么多烂民 让我们活得这么痛苦 我不跟你玩了 而时任首相 大卫卡梅伦 也破压力 在2013年的时候承诺 如果保守党 在2015年大选中获胜 将举行脱欧公投 于是就在2016年的6月23号 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 最后的结果 是51.9%的选民 选择离开欧盟 那么前首相大卫卡梅伦 也自己气得不行 觉得这个大英没法救了 于是他就直接宣布辞职了 把这个烂摊子 交给了下位首相 叫特梅沙梅 我们经常说他梅仪 结果呢 这个叫特雷沙梅的 拿着烂摊子 就去找欧盟去谈判 聊了好长一段时间 议会连续否决 这个脱欧协定 意见都达不到一致 因此在2019年的7月 他也宣布辞职了 没想到 这个接任者 一个比一个不争气 接任的这个 这个头型特别乱 那个首相 叫鲍里斯约翰逊 2019年7月上任 2022年9月就辞职了 原因也是由于他在党内的丑闻 和民众的不满 我们那时候还记不记得 我们有点叫他叫小川普 英国的川普 后来上任的叫 利兹特拉斯 在2022年9月6号上任 2022年10月25日辞职 为期仅仅45天 成为英国历史上 任期最短的首相 最后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叫里希·苏纳克 2022年10月25号上任 2024年7月5号辞职 那这种领导人的频繁更迭 导致民众对保守党的 极度不信任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保守党前一期 一致围绕脱欧的这件事 他并不像一个小孩子 国家家 说不跟你玩就不跟你玩 他们不但要跟欧盟谈 还要跟国内议会谈 要跟民众谈 但意想不同 最后都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在7月4号的 英国议会的下议院选举当中 苏拉克所领导的保守党 就沾绿了这个滑铁路残派 工党取得了绝对多数的席位 这也就意味着 基尔·斯塔莫所领导的这个工党 将接任执政 这也标志着 保守党长达14年的执政 将告一段落 当然 现在摆在这个工党面前的 依然是个难摊子 通货膨胀 生活成本危机 财政赤字 公共债务 脱欧之后的种种后遗症 移民难民的问题 生产力的停滞 投资不前 医疗资源的短缺 乌克兰的危机 等等等等 这样说下去就是说不完了 这么一看 也许苏拉克要求提前大学的决策 也是正确的 就像路易十六的那句话 我死之后 哪管洪水滔天呢 反正 那对问题就像个烫手山芋 保守党不得明清 但也还能及时的扔出去 对他们来说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 俗话中 赛翁是马 烟之非福呢 那么咱们说回到移民政策这件事 工党上台之后 对于想要移民英国的人来说 倒也算是好消息 工党的移民政策 向来是倡导的包容和多元文化 他们认为移民对英国的社会和经济 有积极的贡献 在1997到2007年工党执政期间 就推行过比较开放的移民政策 当时是大量的东欧移民 在欧盟扩展之后 进入到了英国工作生活 结果这个难摊子又扔给了保守党 只能说是一个历史的循环 只是在目前反移民情绪高涨的情况下 英国未必会敞开移民之门 而是会继续控制移民的数量 我们这一点我们还有待观望一下 再看他们到底会怎么走 现在英国这边的首相之位 基本已经尘埃落定了 在大洋彼岸的北美的土地上 加拿大和美国仍在角逐 场面也是不可开交 那么你认为下一个辞职的会是谁呢 是这个即将可能退选的拜登 还是各种负面新闻 缠身的加拿大总理小土豆呢 好了 这期的视频我就说到这里 我是加拿大的持牌移民法律公司 如果你想咨询全球各地的移民和留学方面的事情 欢迎扫描这个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做个一对一的沟通 让我们给你做个免费 靠谱可行的移民留学方案 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随时留言或联系我们 请记得点赞评论家转发 这对我们的工作相当的重要 谢谢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 谢谢